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明明想要忘记过去的一些痛苦的经历, 但它偏偏时常出现在老海中挥之不去。 明明想要记住一些美好的事情, 但痛苦的记忆总是会优先地出现。 这时,你是否会自责自己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的消极情绪, 从而影响自己的心情、工作、学习、生活。 很想要乐观的生活, 却总是很难从失望、痛苦的情绪中走出来, 而变得讨厌自己呢?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舍弃痛苦情绪的方法, 让自己乐观的生活。 几个月前,我出过一期关于情感断舍离的视频, 是为一位女孩子为情所困而写的。 我说,让生活慢下来,过好当下。 吃饭时专心吃饭, 睡觉时专心睡觉, 失恋时专心失恋。 原来失恋是这种伤心欲绝的感觉。 渣男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用心感受一下自己失恋的当前状态。 我说,一切顺其自然, 其实不需要不停地强迫自己, 要从失恋的状态中走出来, 无需在意走不走得出来。 因为你越是在意, 你的肌肉、思考和行动 就会被拉向在意的那一方去, 反而难以走出来。 但当你不去计较积极地生活, 时间就会治愈这一切。 我说,要寻找高品质的伴侣, 警惕低成本的付出, 及时止损。 我说,人生有缺憾才圆满。 我说,默默地把理想中的自己 写在笔记本中, 每日翻看, 慢慢地你就会变成这个理想中的自己。 我不知道我写的这些内容 对您是否有所帮助, 但是从您妈妈给我的留言来看, 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我只能说抱歉, 但这时我所说的抱歉 只是场面话而已。 我的内心没有一点抱歉的感觉, 没有自责自己 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 写了这么多没用的文字。 更没有因为曾经的付出 而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就失去信心,不再写作。 在我看来, 过去努力的事情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有一种能力 就是把不好的事情 变成我的精神食粮。 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 才越有可能接近幸福。 也许您会好奇 我如何把痛苦 变成精神食粮的。 我的方法就是 把过去的痛苦 赋予其意义, 然后感谢这次痛苦的经历, 翻过这一页 重新书写 下一篇章的生活。 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经历痛苦 离别 伤心 寂寞 会有一段时间 感觉自己 无法走出来。 不要过度责备自己 痛过 哭过 然后给他下一个定义 这是我人生的 一段精神洗礼 让我深深地 体验到这些感觉 老天爷 已经慢慢地 在帮我 开启 我的 下一步人生了。 我曾经 有一段感情 是我每天早起 挤公交车 去上班 有一天 我在站台 等车的时候 看到当时 我男友的汽车 在对面 马路的一家 公司楼下停下 从副驾驶 下来一位女子 她还贴心地 帮那位女子 开车门 关车门 我从来 没有享受过 这种待遇 我没有勇气上前 甚至 找了一个角落 躲起来了 我当时的爱 是多么地卑微啊 果然后来 她跟我提出分手 我伤心过一段时间 后来 离开了那个地方 换了新的工作 在后来 我跟我朋友 说起此事时 我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 老天爷 其实特意安排 那天早上 我见到那样的场景 老天爷 似乎想告诉我 我和那个人 不合适 老天爷 也用他温暖的手掌 轻轻地 抚摸我的头 跟我说 这就是 分手痛苦的感觉 这样的一种爱 是卑微的爱 那样的一种爱 才叫做自爱 请记住这种感觉 这是你人生的一次精神的洗礼 洗去原有的价值观 原有的思维方式 摆脱思想的束缚 改变自身的行为 重新定义过去吧 拥抱新思想 新观念 新生活 老天爷最后告诉我 今后的人生 还是会遇到许多痛苦 或者幸福 都给它赋予一个意义吧 然后变成自己的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越多 人就会觉得 精神充实 不需光阴 人的思想 也会越自由的 现在想来 我的过去 那些所谓的 痛苦的经历 现在都成了 我文字中的 故事情节 源源不断地 给我的写作 提供素材 我觉得 我应该感谢 我的过去 感谢迄今为止 所经历的 开心 快乐 痛苦 离别 伤心 寂寞 等等 所有的这些精神食粮 这些 都是我生命里的 一块跳板 令我成长 我现在才37岁 我的人生 也才刚刚开始 我对我的未来 充满期待 不知这位 为情所困的 女孩子多少岁 想必一定 非常的年轻 大好青春 不负韶 你是幸运的 老天爷 这么早就告诉你 失恋的感觉 是痛苦的 背叛的感觉 是会产生仇恨的 仇恨别人 不一定会伤害到别人 但一定会伤害自己 唯有放下 才会解脱 是该跟过去 做一个告别了 给这些痛苦的经历 定一个意义吧 是看清 一个人的面目 是人生的一次弯路 还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极尖主义告诉我们 只有一步一步地 舍弃放下 才会在迷失方向的道路上 遇见理想的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篇章 是把它写成一个 自怨自艺的悲剧故事呢 还是把它写成一个 破茧成蝶的励志故事呢 有一点兴奋和期待 行动起来吧 行动才会改变 把自己的故事 写成一篇文章 把房间收拾一下 把多余的物品 处理一下 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错爱就像一双鞋 喜欢却不适合 穿了脚疼 扔了心疼 你觉得这双鞋 应该继续穿呢 还是应该扔掉呢 以后你在行动中 就会发现 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 而有一些人 只适合绕道而行 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好像又是跟自己 说了这些话 有时候跟自己说话 也是一种 让人心情平静的过程 今天的感觉 也是很不错的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